美国田纳西州的曼菲斯城市 星期三凌晨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案 一名19岁的黑人男子在不同地点随机开枪杀人 还在面子书上直播了整个犯案过程 行径非常的猖狂 影片当中他向镜头说了一句 这不是在开玩笑的 接着他就进入一家汽车零欠店 朝一名顾客开枪 然后就逃离现场 接着男子又陆续到其他的地方去干案 那警方在接获投报之后 立刻在市区里头展开搜捕行动 最终在当晚将这名开枪杀人的男子给逮捕归案 曼菲斯警方随后在记者会上就证实 整起事件至少有八个犯罪现场 造成了四人死亡 三人受伤 目前警方正在调查嫌犯的作案动机 根据报道 这名枪手已经不是第一次犯案 法庭记录显示 他曾经在2020年犯下严重伤人 以及谋杀未遂的罪行 被法院判处三年徒刑 那是在今年三月份男子被提前释放 但是时隔半年之后 他又再度干案了 美国一名19岁黑人男子 在田纳西州的曼菲斯城市随机开枪杀人 引起市民恐慌 接后投报的警方也迅速展开逮捕行动 根据民众拍摄的画面 一辆接一辆的警车在马路上追捕嫌犯 最终在20个小时后终于被逮捕 另外 警方也第一时间派人来到案发地点 并且拉起警戒线 防止民众靠近 一名案发现场的目击男子透露 一开始他听见枪声时 还以为是有人抢劫 一开始我们认为他准备他们 但是我们发现这位男子 只是拍摄了一遍